左腳踏車到場 救護車到場 緊急將70歲臀部受傷的老婦人 和18歲跟50歲 左腳踝變心大腿骨折的男賭客 送上救護車 三人會變成這樣 全是因為在賭場看到警察 想趁亂逃跑 卻不幸從二樓屋頂跌落 還把採光照踏出一個大洞 有聽到那個警笛聲嗎 他有稍微可能是撞門的聲嗎 警方凌晨大動作取締 殺的27名賭客措手不及 鄰居也很驚訝 這看似正派經營的洗車廠 竟掛羊頭賣狗肉 隱藏了一間地下賭場 他都兩三天都開一次而已 就補車在洗車 實際走進洗車廠一探就近 裡頭的點鈔機 賭卓還來不及搬走 上頭凌亂的放著 上一次跟撲克牌 業者相當狡猾 桌子上更年有隔音泡棉 就怕引人注意 這兩三個月確實沒營業了 就是都是關著 但是有人在出入這樣 不只隔音泡棉 在賭場二樓 業者更擺放大型監視器 方便隨時監控 還會派人在洗車廠對面站港 那時候開門是都塞 都塞跑車 現在那時候開門很大 對啊 那個頭鑑也年輕人嗎 年輕人 我也知道年輕人 洗車廠才盛大開幕 但卻被爆出 違法經營地下賭場 業者怕被發現 心事相當低調謹慎 沒想到還是被警方帶個正著 二十幾名賭客全數被帶回 而落跑的三人不慎跌落 臀部受傷 斷腿骨折 自以為逃得過 實則自討苦失 這公益的詹景成 SNG小組台中 採訪報導